嗨 大家好 我是佳瓜 我是Jelice 欢迎来到Jelice 我们这次要出发去 中国 新疆 好热 我是一朵花 新疆的治安是全国最好的 我几百活了 我们就要正式出发去我们的母亲的北疆治理 完全不像八点 我的夜晚星星跟夜亮 还是看不到 我们日式的新疆会去多大 15天这么多 如果你们有兴趣跟我们的路线走的话 我们其实是从马来西亚KL飞去自走 然后再中转再飞去新疆 他讲如果我们去福州或者厦门转机的话 是没有直接把行李寄到去你的目的地的 需要拿出来 临时处理一下我们的行李 出发咯 这次我们是直接买的票是直接到乌鲁木齐 可是刚好中转是在福州 当然还有其他路线是可以选择的 因为你这样飞去那样 如果你要选择其他路线的话 可能会直飞成都 然后再飞去乌鲁木齐 不然还有一个就是飞去昆明 再飞去乌鲁木齐 我好多喔 ok吗这里 ok 五个水 可能是有四个 可以 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有一个小时 我们在福州停留 差不多接近一天 我们的中端也是有免费的住宿 所以我们也在福州吃了几个福州的美食 大了 我们挺大福州了 会台福源的小姐姐在帮我们处理 她在问问我们的福州 看着我们那个中转住宿的酒店 都没有我们的房间 这次住里有没有费住宿了 所以就是住哪一个 普通的酒店 不过它的酒店普通可是也是蛮不错的 免费的酒店 它的服务超好 福州 福州这个小姐姐的服务超棒 要在哪里换那个中转的就是 你从麦当劳麦当劳的对面这里 是这一个地面交通中心的正对面 这一个地方 原来我们是要前往我们的中转住宿的交通 就是那个Free Charter Service 现在是在8号门 我们住的那个酒店是要去4号门 就可以做它的 Charter Service 上酒店得接送车咧 我们来到了我们中转Memple的酒店 哇 看起来很不错诶 这个只是for经济餐的酒店 如果你是商务超的话 酒店会更好 中转是9点整是吗 对 那至少一个半小时7点半或许可以吗 7点半 中转是有包含着一个早餐 而且这个是四星酒店是吗 对 一碗 一碗的话一碗是需要200多块人民币的 味道很大也没有到很小 而且两张床是被提前 中转住宿叫做空港百香花园酒店 还有免费的早餐 还有免费的交换 提前跟柜台人员讲你几点的飞机 还会安排给你就对了 这个服务好像目前好像只有看到中国有这样的中转免费住宿 下门航空我觉得是很好看 是连经济舱 商务舱都有免费的住宿 只是你的等级不一样 你的酒店房型就不一样而已 我们现在叫Didi去一个地方 是福州的菜鸟驿站 就卖了 它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在马来西亚买了东西来不及 寄回马来西亚 然后你来到中国的时候 你去领区就可以了 Tiner B5 哇 Didi来了 我们的车也到了 没人这两车 A 我们来到这间菜鸟驿站 好多包裹呀 这个也是蛮方便的哦 对了我的包裹 对了你们如果来这里是不可以拍摄的 就是可能是有 你还侵犯影视啊 影视圈 有点想到我们 转一个场 我们来到这一个比较好的背景 继续说我们的新增新增线 其实刚刚突发之间 我们专业暂停是有 我妈妈的手机放在厕所 哈 我们的电话放在厕所 啊 去看去看 啊 差一点点就不见了 不过非常感谢 中国 确实现在的人都还蛮善良的 然后很诚实 他把我们的那个 我妈的电话交给了柜台 啊所以我们 又拿回我们的电话了 所以一切顺利 第一天大多数的时间 其实已经用在飞机上面了 我们 飞往 福州多长 长达四个小时 在那里 就只是简单的探索 福州市中心可以吃的东西啦 我们有体验到扁肉 我们来到了 这一间 永州寄扁肉 是吃 呃 福州蛮出名的一个扁肉 刚刚来就完了 哇 吃不到啊 有有有 看下面就到这个 哦 这个是啊 另外一个分行 看起来应该不错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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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他们的扁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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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那样的汤 吃不出 秘方 那是骨汤而已 碗汤像我们那边咯 肉香 肉香 肉香高而已 越咬越香啊 奶肉香 嗯 很暖一味 好吃吗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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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ects meantime 我们现在来我去吃一个正餐 福 Evet 我们来try 看这个 老爸爸再点餐 原本我们是要去一间餐厅叫做老福州闽菜馆 但是这一路了本 angefestä已经累了 所以就随便找到了这间福佐家 菜 also staat Told 不错 消费215 我们昨天的阿白我觉得真是 有点太匆忙了 真的觉得我们是有点小失误 因为它市中心旅那个广州机场真的是好远 大概50公里这样 还有吃到一点不错的东西 那广州也是不错吃的 福州我们还有吃了一个明北的食物 可惜也是没有吃到福州鱼盐 还有佛跳墙、荔枝肉 这几个福州当地的食物 没有吃到 不过那时候还回去还能不能吃 如果这里有福州网友 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福州到底还有什么当地人吃的菜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吃 早安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间酒店 中本酒店的早餐 油条包子 这个是什么 包子 包子 如果你是喜欢咖啡的人 你可能要自己准备三合一 因为这里中国很多的酒店 都是可以豆浆和牛奶 还有粥 还有粥 看一下福州的机场厕所 重点是它这个 什么 什么气啊 还有化 流化 归毒 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厕所真的好有中国风 我很喜欢它的包装 很好看耶 还有一个乳酸菌 我们去乌鲁胡斯的路上来到一个机场叫做银川机家 然后就停我们大概五十分钟 累吗坐这样久了飞机 累不累 不累啊 真的吗可以讲真话 很开心 不类似的 今天的第二菜 还有一个四个 三千 好像是这样的 好热 一家的屋子 我觉得我整个是发热 还是OK 它这个热气整个 烤在里面有几点发烧 我冲击我里面 我这样很热 希望我们接下来的行程的温度 比较凉 对对对 我下次还是来秋天 还是冬天 杏酱真的很大 有分为鼎江跟南家 我们这次主要是走了 我们是在北疆这一带 然后真的是可以讲 我们几乎把北疆还完 因为这整个行程是夺达12天 而我们选择的是保车 因为外国客要自驾 真的是有蛮多的手续要处理 之类的 所以我们就避免掉这些 其实我们是很想要自驾的 遇到我们的司机了 我们司机是想过是什么 师傅你是维尔 我是汉族 你是汉族 好好好 孤立是花的 哦 你是孤立 我是一朵花 哈哈哈 早穿棉衣 五穿沙 抱着火锅 吃的西瓜 哈哈哈 好好好 我先回酒 先 爸爸 爸爸你是领导啊 爸爸爸爸 这个司机的那个包车的information 我们体验了过后 如果觉得不错 我们才会分享给大家 有几个有趣的小知识 他给你们分享过你新疆 那就是新疆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神 他占据了中国的六分之一的土地 整个面积有多大 一百六十万的平方公里 到底是有多大咧 来 如果是马来西亚 我们有几个马来西亚 接近五个马来西亚 五个马来西亚 如果是新加坡咧 新加坡的size的话 是2200个 夸张 超级无敌的大人 真的好大 我们这次玩哦 十多天才走了 应该有四分之一吧 这里以前其实是 丝绸之路必经之地 所以这里有丰富的历史 然后很多东西 方贸易来往 都会经过此处 造成新疆的民族构成多样 有维...维...维...维.维宾尔族啊 是啊 是不是 有维族 哈萨克族 维吾尔族 克爾克族 还有塔吉克族 的重要民族群体 当然也不会忘记汉族啊 我们今天的酒店叫做亚朵酒店 看看我们的房间吧 乖乖乖 借助一网 哇 今天的猪肉亚朵很不错哦 主要我看到什么 你知道吗 哇 奶茶啊 噢 错了 什么呀 奶茶在这里 这是我们在这间酒店的厕所 感觉空间蛮大的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独立的空间是用来洗漱的 这个化妆很赞 你看看还有灯 可以让整个脸更加亮 刚私分离的厕所 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哎呦 这个不然有那个 你必须请你入住啊 不然很尴尬 蛤 怎么哭 这个反对很大 很可怕 我今天做东西有五爪肉 哇 好啊 兄弟有一个很像 真鬼的一个 office table key 给我们做我们的东西 对 重点什么 它有东西 USB charge 这个很好 还有一个大床 还有什么你知道吗 小杜小杜 哎呦 老智能 我们又见面了 小杜小杜 我这样 开首歌来听 好的 掌声有请台校长带来披着羊皮的狼 哈哈哈 哈哈哈 你披着羊皮的狼 这不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哦 小杜小杜 然后 关窗帘 还有一个智能的电视机 哎 很nice 这个 投机投屏也可以 这个智能的 它关窗了过后呢 整个灯的 那房间的灯的氛围很好 好开心 这酒店不错 而且电影位置很好 方便咯 WiFi 就在电视机上面 就可以看到了 密码 这就是雅朵酒店这个房间的房间 这个感觉真的很舒服 很爽 真的希望可以带住多一点 是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我要讲的就是那个气候 总之讲的话就是这长夜短 看一边 看一边 看一边啊 看一边啊 看一边 看一边 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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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点几点 几点几点 几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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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度 我要一直买夜亮 我的夜亮的 这个时间在马来西亚 是已经 晚上去很多了 太阳这样热 这样亮 很像中午的 真的 真的 这只是在于夏天 夏天才会有这样的状况 现在已经8点咯 完全不像8点 我的夜晚星星跟夜亮 还是看不到 由于外面真的是卡住了 然后走下面的这个地铁道 可以想到就是 这里的发展就是很 蛮先进 三行咖啡 哇 它的咖啡好小间 东扁烤冷面 它的那个巴士啊 那些交通我觉得都蛮好的 有地铁啊 有巴士啊 然后这里的食物很多都是清蒸的 如果马来西亚的人 如果你是回教徒 你可以来这里 我觉得是蛮方便 你们在食物上的选择 非常的Muslim friendly 这是我在上瓦看的瓶飞 是蛮不错的 加个面 过油肉拌面 面过十百步了 哇 完工了 哇 哇 酸 哇 而且它的味道是 这边说的就是很压 有那种 在它绵绵的那个 不会 是有那个 嚼劲 独特的狗嚼劲 有嚼劲 看起来也像麻 就是不会辣 不会辣到 可以 在那个辣椒配料 配每个面 乘在一起 它味道很平衡 鲜 这两种就是 非常一口的鲜鱼 是一口的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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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觉得不够辣 一直在夹的鲜鱼 看啊 给它整碗的蒜头 一面吃了蒜头 一面配它的肉 咳 咳 一口的鲜鱼 真的 这里会提供免非加面 因为像那个酱子 你吃啊 你吃啊 下面 很开的 你会这么多的 不吃就很大 它的分量真的很大 是个人吃 如果正常 可能是两个人吃一碗啊 对 一碗辣植鱼拌面 跟两只酱鱼串 吃着十块就好 我们来到了 第二个地方 虽然是蛮 对于当店来讲 是蛮争议性的啦 真的是网红餐厅 叫做 罗兰蜜烤 罗兰蜜烤 OK 要接 虽然说 这一间店 有些当地人讲 它的食物不够道地 不够 这真的很美 不够美 不够就打卡哦 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店 就是罗兰蜜烤 最主要是 通话旁边 这边就有一个 飞机主题的餐厅 全部人在拿着号码 才能进去吃 因为真的是太多人了 假设带我父母的关系 要等一个小时了 现在 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别会吃了 最后我们选择来这间美心黄面 吃这个还有特色烧烤吃 啊 两面了 啊 两面了 两面了 酸辣酸辣 有酸辣有粗 这个烧烤 这个烧烤 对啊 开胃又爽爽 这样咯 这个好吃还给你 那个好吃 那那个 可能比较习惯是烧烧的 这个北京我们会到的地方 有 其实是蛮主义的啦 对 几个非常出名的景点 从乌鲁木齐呢 我们就会去到 阿勒泰地区的几个 一个著名的景点 比如 赛里木湖 河木村 嘎那斯我们都有去 下面一点的地方叫做 伊犁草原 对 伊犁草原 伊犁草原区是吗 对对非常 这里是很多 人在YouTube啊 或者是在Dizan 跟我们讲 来新疆北疆的时候 一定是要去的 一个区域啊 那边就是让Spotlight 大草原那边 这有很多草原可以选择 几个非常出名的 可是我们还在考虑着 不知道会不会省美疲劳啊 因为我们去这么多天嘛 我们一定会有去的就是 卡拉郡草原 跟库尔德尼 这两个我们会选择 其中一个啦 对 还有唐布拉 跟那拉提 这个 这两个 非常纠结 那拉提是非常出名 很多人叫我们一定要去的 一个草原 然后唐布拉呢 是比较 就是他没有开发 就是很多那种 喜欢去没有商业化 就是体验那种很原始的草原的 对对 那种感觉 我们其实有稍微做一点点小研究 也要非常 也要credit 一个内容冲作者 就是破产兄弟 有到过一个景点 就是很很大 一大片的虚拟草 这个地点 我们也是会特别 去到访看看 到底是真的是有这样壮观没有 很期待 真的期待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片紫色的虚拟草原 嗯 再来呢就是独库公路 这个公路只会在6月中才会开放 而且不一定也是要看运气咯 就如果一天气不好啊 一有什么 它就会关闭了 一关闭你就没有办法走那一段公路 没意外的话啦 我们的12天的行程 在第16号的时候就是解封 这条路就可以走了 对对对 我们这18号要走 应该是可以有办法走掉 这个独库公路 留守大概行程是这样的一个路线 当然我们如果中途可能还会吃一些美食啊 中途可能会加起一些比较隐藏的景点 或者或者是到一些小镇停留 体验一下那边的当地文化啊 食物之类的 我们来这里的游泳这期是在6月 也是新疆的旺季 最旺的月份其实是在7月 因为有很多节日 然后很多特产就是新疆水果 开始出现 也会是很热的一个日子 而我们选择是在6月份啦 其实我觉得5月 5月尾将来会是最好的一个季节 所有东西都比较便宜 但我们这次6月中来很多酒店啊 包车啊都差不多贵了一倍 这个可以给你们自己参考一下啦 嗯 我们这期影片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见 这样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拜拜 想要看这么多影片 点击这边咯 拜拜